中國的資記近年來持續低迷 在上海居住了十多年的財經作家 段玉文就分享了他觀察到的上海真實情況 他點出了上海的十大怪異現象 那麼第一個是白領階級開始帶便當 群組裡面也沒有人在討論跳槽 另外二手房賣不動 市中心商場也關門了 另外也沒有人討論出國旅遊 外國人越來越少等等 顯示說中國的第一大城市 目前已經出現了衰敗的跡象 那我們從網路影片中 其實也不難發現 在普通國際機場 目前是極為親近的 除了工作人員以外 幾乎是空無一人 中國經濟前景依舊光明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他發文之後 目前帳號就已經被封號了 然而不只是中國 鄰近的香港 也受到了經濟的磁吸衝擊 尤其是香港的餐飲業者 感受是最深的 例如來說 在3月29號到4月1號 為期四天的復活節假期 超過140萬港人來出境旅遊 但是多半都湧入了中國 導致香港的餐廳業績 是嚴重的下滑 目前餐廳業者面臨的 就是港人付中國消費 以及租金上漲的雙重打擊 那麼中國經濟如何拯救 其實也是一大難題 那麼中國的指標性房地產 更是面臨不能倒的壓力 中國指標性的房地產之一 萬科的信用平等降級 就會從投資等級降為垃圾債等級 當然大家可以了解的是 萬科長期以來 一直是中國房地產的自優生 有中國少數投資級 信用平等的地產商之一 這次的條件 可能更動搖外界 對於中國房地產的信心 地產商之一 唐利 地產商之一 地產商之一 地產商之一